Hello 大家好 我是娱娃 那现在手中拿到的是最新发布的华为Watch 3 那这底下已经写上了UP 搭载了鸿蒙OS 这也是手部搭载鸿蒙系统的华为智能手表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赶紧快速开箱 上手一下 我拿到这款搭配的是棕色的表带 上手第一感觉就是它挺轻的 就它没有它看起来那么重 虽然它看起来表盘比较大 我觉得然后看起来很厚实 但是比我想象的要轻很多 我先来撑一下它有多沉 拿出我的垫子撑一下 65.2克 怎么让你们感受到这是一个什么重量呢 然后我从包里翻出来我的眼影盒 我一个眼影盒都91克 比我的眼影盒还要轻 这是一个快用光了的红胖子 这都有82 45.6 这是个MAC的高光 加口红呢 加口红又超了 就是比这个要再稍微重一些 真的挺轻了 男生们能盖得到吗 它正面是一个大曲率的3D玻璃 然后在这个侧边还是有挺高的曲率的 然后后背是它的一个陶瓷后壳 然后这里是传感器的位置 一会开机之后这里就会亮起来 然后它的表体呢是钛金属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旋转表冠 这个也是好多人很喜欢的 因为它在旋转的时候是有这种机械感的 嘎嘎嘎嘎的那个声音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按键 整个按键就这两个 然后这个表带呢是一个牛皮 这个牛皮真的还不错 它非常的软 就它戴上之后非常的软 它是欧洲高级头层的小牛皮表带 特别的软 然后戴在皮肤上面就一点也没有那种硬实或者渣的感觉 这个我还挺满意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开机看一下 哇哦 这一位是它也是首款搭载鸿蒙OS的 这样一款智能手表 大家看现在开机之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标识了 然后这个鸿蒙OS 这个O下面有一个小横杠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一个开口音一个闭口音 鸿蒙 反正这个底下这个小 这个UX设计上面的这个小横杠还有很多的讲究 后面有机会再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 那它这次整个的UX设计都不一样了 我现在点一下 大家看到现在还是看起来是圆圆的对不对 但是呢我通过转动这个表盘 咚咚咚咚咚咚咚 它就会变成这样方方正正的 就是他们解释说是取决于天元地方的这个文化理念 然后同时除了这个表盘的转动呢 我用手这样放大和缩小也是一样的 我可以选中 然后同时呢也是可以这样的移动 可以一边放大之后这样各种移动 我觉得强帮症患者应该很喜欢吧 多方正啊 排列的非常整齐 然后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它的上下左右滑动 其实跟之前的改变并没有特别的大 从上往下滑呢 依旧是它的控制界面 然后里面有各种 这里有一个排水 就是你在洗澡的时候 你在游泳的时候 然后游完之后你可以点排水 然后它可以帮助你主动的往外排水 还有声音 对 OK 然后呢 从下往上的话是 如果你有微信的通知啊 或者信息的通知会在这里展现 然后从左往右是天气 然后现在天气的情况 以及唱联啊 城市天气等 当然你也可以添加你想要的这个 再付一品 然后同时如果你在播放音乐的时候 这里还有音乐的显示 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尝试 然后从这边滑呢 就是进到它这个运动圆环 然后你的行组的部署 然后你喝水量 然后这些你也是都可以设置 然后后面是心率 心率它现在是实时的心率的测算 以及血氧 血氧呢 也是可以随时的去测量 然后包括体温 这些包括钱包 然后因为它也是可以出门刷公交卡 然后可以来支付 功能还是非常多的 然后这次的表盘呢 也是新增了很多的样式 这边有探月 然后健康三环啦 相册表盘啊等等 非常非常的多 我特别喜欢这个探月的表盘 为什么呢 你看在上面 首先它是可以看到月像的 然后呢 就是你看你点击这个 它是可以滑动的 然后在滑动的过程中 你就感觉到这个月球 这个坑坑派派的表面 然后包括它跟地球 有多远的距离 然后它距离就是多远 个时百千万十万 三十六万公里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看一下 功能列表里面都有什么 这个才是核心 第一个是音乐 音乐这里面 它是可以独立的去存储和 在线播放音乐的 比如说正在播放 你可以来看一下正在播放的音乐 然后在推荐里面 你也可以去选择 包括免份热门电台啦 跑步FM等等 随便点开看一下 这个声音的音量还是可以的 就是最大了吗 然后转动这个表冠呢 你就可以来调音量的大响 哇这个转这个的时候 这个 这个反馈太好了 然后呢 在这里面你也是可以来进行 存储到本地 因为你可以 它有存储 所以你可以存到本地 然后也可以添加你喜欢的歌单 就你外出跑步的时候 其实啥也不带 带着手表也OK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气压计 然后高度等等 这个就比较适合来野外运动的朋友 然后可以看到高度计 我们现在的高度 竟然达到了五十米 因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九楼 然后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华为的应用市场 你可以在这里面搜索 你想要安装的这个APP 比如说人民推荐高度地图 计算器 然后心脏健康研究等等 然后包括一些实用的工具 喝水的时间啊 高度地图啊 航旅纵横啊 转让姑娘第一打车等等 那这些其实是非常建议去安装的 因为后面它会结合 这个大屏的提醒 就是这个手表 表盘比较大 比如打车的时候呢 会给你进行一个 司机的车牌号的提醒 然后航旅纵横 就是你坐飞机的时候 它也会给你推送你的 这个航班信息 然后登机口之类的 非常方便 然后呢 这个呢 是温度的测量 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嘛 大家会比较关心自己的温度 然后呢 这是我测量的温度 当时是体温36.6 然后皮肤温度33.2 那么你在这个手机APP上面呢 也可以设置提醒 就是温度过高的时候 和温度过低的时候 它是都可以给你发送智能的提醒的 然后呢 这边呢 是指南针 然后这个地方是备忘录 这个地方也挺好 它说语音笔记将同步上传至手机 备忘录我们来试一下 不知道正在看视频的你 今天一键三连了吗 好 保存 语音笔记将同步上传至手机备忘录 这里显示已同步 我们来看一下手机上 过来了 刚刚瞬间就传过来了 我来听一下 不知道正在看视频的你 今天一键三连了吗 嘿嘿嘿 提醒的够明显了吧 OK 在这里呢 就是心率 然后睡眠监测和血氧 这三个呢 之前的功能上也有 但是呢 这一次是全面升级了 这个TrueSoon 4.5家 那它是支持实时心率监测 和全天候连续血氧饱和恶恶测量 我呢 我也开启了它的连续测量 我来看一下 我现在的血氧情况 现在的血氧情况 它47分钟前测试了一下 这98% 还是比较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 这里联系人呢 它是支持可以畅联 然后呢 也是可以通话的 那这个地方要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现在呢 我们是可以在手机上开通 一号双终端的业务 就是你可以使用这个手表呢 使用跟手机相同的号码 就不会再露接电话 而且也是可以使用手机套餐中的 语音和流量的 所以如果你短暂的外出以后 手机哪怕是没电了 那用这个华为Watch 3 也是可以实现实时的通话的 然后这里呢 是运动 运动这里面有运动的课程 然后不同的运动项目 现在已经有一百多项了 先来问一下大家 大家平常都是进行 什么样的运动项目呢 大家可以打在弹幕里 躺在床上刷手机这种不算 然后这个地方是你的锻炼记录 因为我戴上之后还没有进行我的锻炼 后面肯定是会少不了大 然后这里呢是压力测量啊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压力测量管不管用 反正我觉得这挺玄乎的 我对压力老大了其实 可能当时测的时候心情比较放松 最近压力特别大 因为涨粉很慢 大家不点关注 只看了就滑走了 也不点个一键三连 好 然后这里呢就是你的运动圆环 然后热量距离 爬楼数还有步数等等 然后包括这个强度 以及小时数 都是进行很好的运动记录和监测 这里呢是一个记录你疲劳程度 训练负荷最大摄氧量 也是一个偏运动向的数据记录 然后这个地方是呼吸 大家可以来进行一个深呼吸 其实深呼吸还蛮解压的 然后最下面两行呢 闹钟和日历也是比较常规的项目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钱包 就是大家平常进行一些支付 然后可以添加你的银行卡 交通卡 门禁卡 用手表来直接刷卡 天气和拍照 拍照这个是值得一提的 这个功能特别实用 尤其是对我这种爱拍照的朋友来说 因为你不能所有照片都自拍 对吧 我想离远了就不好拍照 那现在就是可以用这个手机 就这个手表来直接控制我的手机拍照 然后同时呢 我也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预览 因为这个屏幕其实也蛮大的 这个效果还蛮好的 我看能不能录像啊 哦 录像也是可以的 但是它现在录像是30秒录像 我也可以就是在日常拍摄的时候 用它来进行录像 但它只能录30秒 哦 应该够我一个开场白了 这个对于Vlog来说还挺重要的 因为经常自己出去拍的时候 没有第二人称视角或者别人来拍摄 这样就可以假装我还有一个摄像 带在身边 这个功能还是值得点赞的 然后呢 它也是可以控制这个前后置的这种变化 咦 是我哟 然后呢 我也可以进行录制 这个功能还真的是挺实用的 对我们这些爱拍照爱录像的朋友来说 大家觉得它实用吗 觉得实用扣1 觉得根本用不着扣2 我看一下 然后呢 关于音乐控制的话 它其实是这里特别有意思 它是可以控制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直接控制手机的音乐 然后包括上一首下一首 然后音量的调节大小都是OK的 那这个其实很适合 就大家在地铁上的时候 或者说手不方便的时候 就可以来进行直接用它来操作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可以控制这个手表本身的音乐 那你可以点收藏歌单 那它当然也是可以跟运动健康就是APP 来绑定一起使用的 首先在这里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运动数据 然后就是心脏健康啊 睡眠健康生活这些等等 包括压力值 这些数据都是在手机上面是可以来呈现的 你也可以编辑卡片自定义 那这里面其实想重点讲的就是说心脏健康 心脏健康这个功能呢 其实之前很早就有了 包括它和301医院进行合作 而根据最新的资料来显示的话 其实关于心脏健康到2021年3月份的时候 研究用户已经超过247万 而且它是真的筛查出来心率市场 高风险用户1万家人 然后筛查的准确率达到了90%加以上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朋友对于心脏健康比较关注 或者心脏本身确实有一些疾病或者隐患的朋友 其实可以真的试一下 毕竟是作为一个健康监测的设备 还是在我们日常的过程当中能给大家一些好的健康监测的 然后在健康这边其实它还有一些比如说 像呼吸疾病风险筛查预警危创血糖检测等等 那因为现在还没有开始要到后面才能升级到 所以现在没有办法带大家来去检测了 总而言之其实本身像这种智能的手表 我觉得给大家最大的一个帮助 一个是平常的健康监测 另外一个就是运动记录 然后再加上一些智能化功能的体验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正在观看视频的小伙伴 你们身上有佩戴智能手表吗 如果有的话佩戴的是哪一款或者是手环都可以 我们可以打在弹幕和公屏上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OK那以上是带大家非常详细的看了一下它几乎所有的功能 但其实我觉得确实它里面有新的部分 比如说UI的设计 然后比如说它一些新的功能点 但是可能还没有完全体现出它是一款鸿蒙手表 所能带来的那种新鲜体验 它是有的 比如说它是可以控制IoT设备 控制很多的智能家具 但是因为我现在环境所限 手边没有那么多的支持iLink的设备 我已经在存了 我觉得在那个场景中 可能真的才能把它称作一块鸿蒙手表 到时候再给大家来继续体验吧 OK那以上就是关于这支华为Watch 3的快速开箱上手 那如果大家还有任何感兴趣的问题 那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在后期的长期佩戴体验中 为大家一一继续揭晓 OK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加入我们的粉丝群 平常呢我们也会一起聊聊科技 聊聊生活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娱娃这里是娱娃的科技生活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